《若望末世录》第十七章 那七位拿着七个鱼的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向我说道 你来,我要指给你看 那在多水之旁为王的大淫妇受的惩罚 世上的诸王都同他行过邪淫 地上的居民也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于是天使叫我神魂超巴 提我到了旷野 我便看见了一个妇人 坐在一只中红色前满了亵渎名号的兽身上 她有七个头,十只脚 这妇人身穿紫红和中红色的衣服 全身点缀着金字,宝石和珍珠 她手里拿着满城可增之物和她银屋的金被 她的额上写着一个含有奥秘的名字 伟大的巴比伦,淫乱和地上可增之物的母亲 我又看见这妇人痛饮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 我一看见她,遂大为惊奇 天使便对我说 你为什么惊奇? 我要告诉你这妇人和驮着她 而有七个头和十只脚的那兽的奥秘 你所看见的那兽,先前在而今不在 可是它又要从深渊中上来 自屈于丧亡 地上的居民,凡他们的名字从创世之初 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中的 看见那先前在而今不在 将来又在的兽都必要惊奇 这里需要一个有智慧的名物去理解 七个头是指那妇人所坐的七座山 也是指七位君王 五位已经倒了 一位仍在 另一位还没有来到 当他来到时 必要存留片刻 至于那先前在而今不在的兽 是第八位 也属于那七位中之一 他要屈于丧王 你所看见的那十只脚 是指十个君王 他们还没有领受王位 但必要同那兽一起得到权柄 他们当国王 只一个时辰 他们的意见都一致 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和权柄 都交给那兽 他们要同羔羊交战 羔羊却要战胜他们 因为他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他在一起的蒙兆 被选和忠信的人 也必要获胜 天使又对我说 你看见那淫妇所统治的水 是指诸民族 群众 邦国 和异域人民 你看见的那十只脚 和那兽 必要憎恨那淫妇 使他成为孤独凄凉 赤身裸体的 并吞食他的肉 且用火焚烧他 因为天主 使他们的心中有这意念 叫他们实行天主的计划 就是叫他们一心 把他们的王权交给那兽 直到天主的话 完全应验为止 你所看见的那妇人 是指那座对地上的诸王 握有王权的大城